資訊電子法對財經界帶來什麼影響呢 或者這麼說 我們現在處身在一個互聯網資訊發達的年代 互聯網絕對是一個非常之好 也都是非常之有優勢的一個傳播的一個媒介 所以我們現在說幫客戶去做傳播的時候 已經不單止是好像以前那樣 只有一些紙媒或者是達氣電波的媒介 我們更多的更上見的現在是說一些社交媒體 所以我們其實是要做好財經公共的工作 現在是不可以避免就是要跟互聯網這個媒介 是有一個很好的接觸和利用 我們要利用互聯網這個這麼快速去傳播的一個媒介 去幫到公司幫到客戶 去將它一些正面的訊息去傳播給市場知道 這個其實是一個我們財經公關 是需要好好地幫到上市公司的一個媒介方法